各位车友们 欢迎再次收看德扎不泪蝉 我是狐狸哥 在这一集我们要来谈的是 较为具体的道路安全策略 首先 让我们先来看一段案例视频 良好的策略可以大幅的增加 骑士们在道路上应变各种状况的能力 其中包括有两大重点 第一个重点是跟车距离 第二重点则是车的位置 我们设想一条很长线的双线车道行径 它的速线是70公里 双向有车流 很多的摩托车骑士会选择骑在这个很糟糕的位置上 这个位置很糟的原因是什么呢 首先 这样的跟车距离是很糟的 这名骑士就紧跟着在前车后方 如果前车突然重踩刹车的话 他也将被迫同时紧急刹车 更糟的是 他的视线被前车遮挡 看不见前方路况 如果前方路上有障碍物 他是无法看见的 因为车轮位置的不同 对摩托车有威胁的障碍物不见得会威胁到汽车 但是身为摩托车骑士的我们有着一个很大的优势 那就是我们可以选择我们的车道位置 摩托车因为体积较汽车小 在车道中的位置可以有三种选择 我们在图中将它们标示为 A B以及C三个位置 图中这名骑士需要做两件事来改善它的处境 首先它需要增加它的跟车距离 接着它需要改变车道位置 来改善它的视野以及增加自己被看见的机会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最佳车道位置是 A B C中的哪一个呢 这个问题并没有绝对不变的标准答案 但是我们可以用另一个方式来思考它 我们可以问自己两个问题 一 我们如何更能看清前方的路况 二 我们如何更能让自己被看见 我们要去选择能够满足这两个条件的那一个位置 让其他车辆能够看见我们 而我们也能清楚地看见前方路况 在图中这个状况之下 最符合我们两个条件的位置是 位置让我们变得显眼 使得对象车流很容易能看见我们 如果来向车辆太过靠近中间分隔线的话 我们可以在必要时转移到位置B或C去 为自己创造安全空间 更重要的是 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最远的前方 但是 有时候我们会陷入无法兼顾二者的情况中 道路上的路况瞬息万变 我们无法永远同时兼顾二者 所以如果我们必须在这两个条件中择其一的话 我们应该要优先选择第一个条件 优先让自己能看清前方路况 因为第一个条件是100%掌握在自己手中的 而第二个条件则有可能因为其他驾驶的不专心开车而无效 所以 虽然我们想选择让他们能看见我们的车道位置 但是 我们却不能把自己的小命交付在对他们的信任之上 所以 我们要优先选择能让我们可以看见他们的位置 在有必要的时候 我们才可以及时应变 虽然在某些情境中 我必须在能看见和能被看见的两个条件中选择前者 但是 我们并不需要一直停留在那里 当状况好转而允许我们同时兼顾两个条件的时候 我们就应该随时把自己移动到最有力的位置去 接着 让我们换一个情境 不再是双线道 而是四线道的情况 现在我们这位骑士就有了更多的选择 他有两个车道可选 而每个车道又各有三个车道位置可以选择 情境虽然改变了 但是我们的原则没变 永远要尽可能的让自己未在能看见又能被看见的位置上 也许到这里大家已经发现了一件事 那就是位置B似乎只能在没有前车阻挡视线的情况下使用 这个说法大致上是正确的 但也有一件事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 那就是位置 B通常也是最容易累积汽车所漏出机油的车道位置 所以如果当下的道路上累积有大量陈年游子的情况下 尤其是在雨天时 会很容易发生打滑 必须特别注意 另外 很多骑士会抱怨说 跟车距离太大只会留给其他车子超车的机会 所以他们宁可维持较短的跟车距离以免为人所称 但是我们为什么要让其他驾驶的行为来影响自己的安全性呢 我们还是要把自己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 作为应对 我们也可以变换车道来增加与前车的距离 如果那辆车的速度放慢了 而你们前方还有足够空间时 你们也可以做适度的超车 同时兼顾与其他车辆之间的安全距离 或者是减速来取得更多与前车的安全距离 重点在于 不要让周边车辆让你们陷入不利的处境之中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开场的那个案例 这场惨剧就是典型的 你看不见它 它也看不见你的结果 当我们在道路上 看见前方车流开始减速时 通常就代表着前方很可能有路况 必须提高警觉 证明骑士从它一开始的位置 就看不到左前方的转弯车 但是它在切到外侧车道时 应该就能发现前方有个路口 而且又前方也有一辆车正等待着切进主要车道 在视野受阻的情况下来到一个路口前 我们最好是永远去假设 随时可能会有辆车冲出来 而我们要根据自己的视野状况和距离来决定合适的车速 在这里所谓合适的车速就是 就算真的有一辆车冲出来 我们也能及时地煞停下来 在这个情况 放慢车速同时行驶在车道的C位上 会更有利于看清前方状况其硬点 就可以避免这个事故的发生 接下来让我们谈看一下车队出行的行车策略 点形的行车队形是采取两列左右交错式的 领航车在第一位 压队车位于最后 其余的车队成员则分配在中间的位置 每辆车于正前方的车友都要维持至少两秒的跟车距离 在进入较狭小道路时 就要采用一列长蛇车阵队形 离开小路进入大路时 再恢复成两列左右交错队形 车队行驶在红绿灯密度高的道路上时 在十字路口被截断是必然的结果 因此车辆规模超过十辆以上者就应该再细分小队 每个小队中在安排一名副领航 以利在与主车队分开时 能继续有序地往下一个集结地点前进 同一组的骑士们最好是 彼此熟悉且骑车风格极技能水准相近者 而且骑士们在车队中的排列顺序在确定下来后 也最好不要大幅地任意变动 车队中的前后车辆之间若是没有默契 或是一定程度的彼此了解 很可能会在突发的路况中 彼此之间采取完全不同的反应动作 比如说在高速巡航中不巧遇到路口的绿灯瞬间转黄灯时 有人会选择加速过 有人会选择停下来 请想一想 如果你们决定要停 而后车却想要充实会怎样呢 而且每个人在高强度煞停的能力上各自不同 如果这时又没守好跟车距离 就会形成危险的局面 而三家车队结伴出行的一个正确心态是 请守好自己的步调 因为每个人的技术水平差异 骑车步调不同难以避免 如果你们觉得跟不上大部分的车队朋友们 或是相反的情况 那就表示这个车队的水准可能与你并不搭配 不要勉强自己去跟随让自己不舒服的步调 那不但危险 也会毁坏掉骑车的乐趣 在这情况下 请考虑去加入其他更适合你的车队吧 16个有用的骑士手势 虽然说蓝牙无线耳机是车友间很方便的通讯工具 但是传统的骑士手势在沟通效率上 还是有它的有效性 现在我们要来介绍在车队中很好用的骑士手势 第一个手势是左转 很直接易懂的 第二个手势是右转 第三个手势是停车 第四个手势是加速 第五个手势是减速 第六个手势是跟我来 第七个手势是你来带头 先用手指住对方 再指向前方 第八个手势是有路况 如果是在左手侧 就用左手去指 而如果是在右侧 就用右脚去指示 第九个手势是采取一列长舌队形 第十个手势是采取两列交错队形 第十一个手势是路边停车休息 第十二个手势是停车用餐货和饮料 第十三个手势是你的方向灯没关 第十四个手势是有特殊状况 必须下交流到 第十五个手势是注意 前方有警察 第十六个手势是需要停车加油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集的内容 谢谢各位的收看 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内容 劳烦大家动一下手势 点赞 订阅 分享 和打开小铃铛 你们就不会错过接下来的计划过 德扎不泪蝉 泪蝉真正上 我们下一集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